基本上就是跟心臟一樣啊 就是血管如果你堵塞了 你堵塞就要暢通 你可以用氣球擴張 如果是大血管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放周邊的指甲 把它撐開 跟心臟一樣 但是心臟跟周邊血管 還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心臟血管的動力學不太一樣 因為腳的循環是比較慢的 所以它阻塞的機率會比心臟更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心臟會放支架 但是腳不一定 有些時候考量點不一樣 而且腳那麼長的地方 你能放多少支支架 你的支架要放很多支 所以有些時候就是 只處理最嚴重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心導管的手術 我們也是從腳的地方 一般而言我們心導管 心臟的話可以從手 如果是要通腳的血管 一定是從腳 打了之後我們可以沿著血管進去 先做血管的噪音 周邊血管的噪音之後 再用氣球擴張或是放支架方式 來處理這樣 有一些比較有蓋化的 或者是比較硬的斑塊 你一般撐開效果不髒 因為它是很硬 像尖若磐石 這時候你需要用更硬的東西 把它磨掉 就用鑽頭 這是鑽石的鑽頭 這叫懸磨的方式 當然也有一些像是雷射的方式 這樣也可以做一些斑塊的消融等等 或是去斑塊的動作 當然這個都是牽扯到高科技 新技術的部分 可能也有自費的一個考量 在台灣有做這樣的方式嗎 有 有 但是不會太常見 因為畢竟腳部的血管的治療 一般的傳統治療已經足夠 但有一些特例比較頑固的 周邊的血管的疾病的患者 可能需要到這樣的一個治療 但是說實在比較少 因為通常經濟水平比較高的人 說實在的 會有周邊血管疾病的機率 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不會讓自己腳 已經爛到那個樣子才去就醫 它有些時候不舒服就會去就醫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就可以避免到你的腳血管 嚴重到需要 甚至要懸磨或雷射才去處理 對 而且那個價格非常的高 對 我聽說了 我沒有在做 聽說二三十萬跑不掉 幾十萬跑不掉 要看你的病灶不一定 因為有的是看鑽頭 有一顆鑽頭就幾萬塊 你可能不只用一顆鑽頭 所以其實這個很難說 這個價格其實浮動很大 所以絕對不是便宜的東西 但是所費不支 其實用一般的健保 其實九成以上的病人是可以處理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病人 可能你要做得更好的話 可能就可以考慮 這種選擇 旁邊說了 飛躂 剛剛說的 飛躂 搖在岫 飛躂 飛躂 舍 飛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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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飛躂